你还真在这儿呀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过来看看你 想我了 你就穿成这样子来找我呀 这 我来之前 我找了一下 这是家里最好的衣服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公司的 你不知道 我打听了一路才找到你的 行了 你说你没事在老家待着好好的 来找我干什么呀 燕子 你不是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了吗 我呀 特地带来些土鸡蛋来给你吃的 你带什么土鸡蛋 你是没导致有毛病啊 我在城里什么摆不到 我嫌你那破玩意儿 我知道你在城里边什么都能买着 可是我给你带的不一样 这个呀吃的更健康 你行了吧你啊 自己看看你这身穿手打扮 还带着一个破篮子 一来到我公司被我同事看到了 人家知道我有一个你这样的姐 不得笑话我呀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呀 这我在老家的时候都是这么穿的 你也说了那是在老家 这里是大城市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 是个土老帽啊 燕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呀 我可是你姐 你是我姐怎么了 你是我姐就能给我丢人了 对了 你来了时候 这龙下的宝啊 没有拦着你吗 拦了 不过我跟她说了 我妹妹啊 是在这儿做经理的 所以她就给我放进来了 什么 你还告诉别人啊 我是你妹妹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气死啊 燕子 这我跟别人说 你是我妹妹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也知道我是这家公司的经理 而你告诉他们 你是我姐 你不是本来让他们笑话我吗 这 这我本来就是你姐呀 这有谁笑话你呀 行了 燕子你怎么这样呀 我虽然是农村过来的 但是我也没拖没抢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你也想想看 我一个农村来的小姑娘 好不容易在大城市里打听 才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别人 我是农村来的 你今天这个样子过来 他们要是知道我的出生 我以后要怎么做人 燕子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慕虚荣呀 你说说你在城里上班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呀 你变得太陌生了 姐都不认识你了 我是变了 只有你一城不变 守着那个破农村 这农村怎么了 这咱们不都是农村人吗 你给我闭嘴吧 那些都是以前 你别再踢了 这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我好不容易摆脱了 我农村的身份 我现在再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了 真没想到 你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怎么了 我感觉不是对的 燕子 以前的那些 难道你都忘了吗 你少给我说这些 我不喜欢农村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 我也不喜欢像你这样的穷姐姐 是 我是穷 但是 我也在靠我的双手生活 我不比别人低人一等 反而是你 这才来成立 生活了几天呀 就忘了自己的出生了 我就是因为出生不好 所以我才会比别人更加努力 才有了今天的社会地位 是 你现在的生活 是比以前好了 可是 你却忘了做人最基本的样子 趁咱爸咱妈走得早 从小 就是咱们姐妹俩相依为命 以前 就算是再苦再累 我也会挣钱 过去上大学 为了你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成家 现在到后 你大学毕业了 有出息了 你就这样对我 真是太让我寒心了 你没成家你能怪我吗 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本事 没人要 现在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你 我真没想到 在你心里 把我想成这样 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想你了 既然知道了 以后就别来找我了 好 我走 叶子 以后你走你到杨冠岛 我过我的毒物球 咱们俩 没有任何关系 你早就应该这个样子了 以后 别再来找我 省得给我丢人 没事 赶紧走吧 不是 怎么回事呀 燕子 怎么回事呀 这我在门口都听到这里面大吵大闹的 还不是这个农村女人啊 跑在我的办公室里惹我生气 农村女人 大姐 大姐 是你 你是 大姐 你 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仔细看看我呀 这 我还是想不起来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是我呀大姐 你好好想一想 这两年 这两年前 我出差 我出差 路过你们村 因为下雨 这开车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当时 是你不顾生命危险 把我从车里救了出来 哦 小伙子 原来是你呀 对 大姐 你想起来了 是我呀 这那天啊 你浑身脏兮兮的 还流了那么多血 跟今天相比啊 我还真没认出来 大姐 真没有想到 今天能在公司遇到你 你不知道 这些年 我也一直在找你 也想找一个机会 好好地报答你 这有什么好报答的呀 这我当年啊 也没做什么 怎么能是没做什么呢 您对我是救命之恩呀 大姐 谢谢你 哎呀 别这样别这样 快起来 快起来 大姐 我呀 非常感谢你 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你说这话 就严重了 哎 对了大姐 这今天 你怎么会突然来我的公司呀 别提了 我本来啊 今天是来看我妹妹的 可是没想到 她嫌弃我这个农村大姐 还对我百般羞辱 什么 你的意思是 燕子 是你妹妹 不是啊 李燕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董事长 我 刚才 你不是说 这个农村女人 找你大吵大闹吗 她怎么会是你的亲姐呢 董事长 对不起啊 是我不对 她确实是我姐 可是 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 我们两个的关系可好了 是不是啊姐 姐 你干什么呀 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也没有羞辱过你 姐 你可能不知道 在我心里 有你这样的姐姐 我感到骄傲 行了 燕子 我不想在这陪你演戏 姐 你说什么呢 行了 燕子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想我现在 应该明白 这事情是怎么回事了 大姐 要不然这样吧 你呢 先去休息 休息一下 这等我忙完了 我就去找你 这出门 右手边就是 你先去那等我一下 姐 行了 你现在知道 她是你姐了 李燕子 你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你姐千辛万苦的来看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她 你这不是让她寒心吗 董事长 我 行了 你别叫我董事长 燕子 这我之前就听说过 你爸妈走得早 那应该是你和你姐 你们两个相依为命 一起长大的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 好好想一想 她一个女人家 把你拉着打 她容易吗 现在好了 你也算小有成就了 不想着回报了 却对她百般嫌弃 你啊 可真是一个白眼的啊 董事长 我知道错了 行了 我现在不想听你解释 你的所作所为 太让我失望了 你自己主动去人事部离职吧 董事长 我在公司那么多年 辛辛苦苦的 为公司付出 好不容易 才有今天的位置 你可不能把我给赶走呀 怎么 现在知道怕 知道后悔了 林燕子 你的能力 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 就算你能力再高 但是 你的人品不行 我也不会把你留在公司 做真理这个职位的 董事长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保证 我以后肯定会改的 你现在说这些 不觉得太迟了吗 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认为 你都是在为了保住你自己的工作 而不是真心悔过 我 行了 这该说的 我已经全部都说了 你自己下去 好好想一想吧 走啊 真是没有想到 这么好的一个姐姐 居然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妹妹 唉